飞达学院在课后辅导学生的同时 十分注重素质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为贫困地区募款些爱心 请看报道 美国飞达学院和飞达基金会 在尔湾中文学校礼堂 举办2017港元节筹款会 尔湾市市议员Kristina应邀出席 并给飞达学院多个项目和俱乐部的 优秀学生帮发了贺传 飞达学院的师生和家长也一起出席了筹款会 飞达学院创办以来 在开设课后辅导班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 能力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 他们先后在宁夏、甘肃、尼泊尔等地区 设立了扶平基地 帮助当地的贫困学生入学和开发水资源 带去新的科技 从小培养学生的人爱之心 因为我们是做教育行业的 我们觉得做教育行业实际上是有公益的性质 我们是有社会效应的 所以我们15年来一直不仅仅帮孩子们 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和考试的成绩 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贡献心 和他们的扛压能力 所以我们已经是第九个年头 我们在加州的各个飞达学院的分部 我们都为孩子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孩子们参与社区的建设 同时也让家长有机会参与 他们可以募捐 他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办这些活动 然后我们把募来的钱 我们可以捐给当地的学区和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飞达的孩子 也跟着我们老师去宁夏和尼泊尔的农村 去做一些扶贫的这些公寓活动 当天学生们把自己制作的书画作品 皮包 手带和T恤商拿来拍卖 募款所得全部捐给基金会 用于慈善扶贫 整个这个项目我大概是 七年级时候开始有兴趣的 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宁夏 然后我记得到那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 我记得在那我遇见一个老太太 她说是想让孩子去上大学 然后当时她房子因为那个暴风雨塌了 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很急需要用钱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还是想资助他们的孩子上大学 然后这个之后很有启发 然后我就从此以后觉得 很对帮助当地的孩子 受教育也很有兴趣 飞道学院创办十多年来 也在当地社区鼓励孩子走出去 参与社区的建设 了解社会 受到学生家者的欢迎和赞誉 环球东方记者李宇冲 洛杉矶机采访报道